先向后拉起操纵杆,放下离合,让压带轮与皮带轮相结合,再将操纵杆放下即可。 向后拉起右操纵杆,便可实现右转弯。 向后拉起左操纵杆,便可实现左转弯。 向后拉起右操纵杆,便可实现右操纵杆。 停车时,将左右操纵杆同时拉起,呈刹车状态。 将离合器分开,再将柴油机熄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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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